画面中的人名叫普布罗桑 是武汉西藏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 2月24号是藏力铁鼠年初一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普布罗桑跟不少留守武汉的藏族同胞一样 将传统佳节的喜庆藏于心底 为这座城市祈求平安 我在我们西藏那边的话 过年的时候会祈祷那些 然后我父母也是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都希望这次疫情能够尽快结束 让我们武汉重新换发生机 位于东湖畔的武汉西藏中学 有师生700余人 因寒假时间较短 学生家乡路途遥远 按惯例 校方不建议学生农历及藏力新年返乡 今年更是关闭校门 严格控制学生输入 至今已超过一个月 目前全体师生无一人感染 我们高度重视这样一个疫情防控工作 在第一时间我们关闭了校门 另外呢 我们马上这个 对学生进行了这个每天 每天的这个 这个晨检 这个测体温 早晚测体温 另外呢 我们取消了一切春节期间 包括葬礼年期间的 这个学生的大型活动 该中学占地140亩 含初高中在内24个班级 疫情期间 校方呼吁学生上网课 自习娱乐及就餐时 不要聚集 徐峰举例说 学校食堂可同时容纳1000人 但现在每日安排各年级分别前往 学生打餐后 再分散至校园各处用餐 我们安排了这个学生 措时就餐 措时就餐 分年级措时就餐 那么我们现在六个年级 一个年级 少的也就100人左右 多的年级大概200人 我们是因措时 人数比较少的 就按年级进行措时就餐 措风就餐 然后年级比较多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措班就餐 近日 学校专门为学生丰富 葬礼新年餐食 添加了传统食物 谷图 徐峰介绍 每个年级派出少数几名代表 一起做好谷图 分送给同学们 这里边寄予着平安的期盼 我们的西藏班的同学 在内地学习 在内地生活 经历了这样一个预行以后 他们更加懂得了 什么是责任 什么是担当 而且呢 更加懂得了 学校学感恩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人